多数的缅甸美食主要以咖喱为主 而我们则是以汤为主 所以味道比较不同 其中一道汤品是鲜美的muti 是加入鱼饼的米粉汤 这有点像肉骨茶 我们用的是新鲜的黄鳝和虾酱 我们放入沸水里煮 再加上胡椒粉和印度蒜 这样的话汤头的味道比较浓郁 我们完全不使用味精 我们也自制鱼饼 鱼饼的用料包括轻鱼 然后再加入些许其他材料在里面 所以里头几乎是百分之百的鱼肉 比平常吃的鱼饼味道还要鲜 这个比较有质感 没那么有弹性 那么Q 更像是鱼肉 汤头的味道真的很像肉骨茶 和鱼丸面汤的综合体 因为嘴里会有胡椒粉的味道 但是它又芳香无比 食材丰富的另一道菜是单身汉鸡汤 单身汉鸡汤的材料 包括甘榜鸡 葫芦 还有一种茄子 我们加入调味料之后翻炒一下 我们也用类似薄荷的香草 但那种香草只可以在一万米的高峰上生长 我们用这些食材制作出这道独特的汤 这看起来更像是炖汤 它的汤汁不是清澈的 鸡肉很轻易地从骨头上剥落 里头有另外两个主要的食材 一个是葫芦 真的很甘甜 它增添了汤的美味 另外一个主要的食材是茄子 它们使用的是小茄子 吃起来有点酸 我想这就是汤有点酸劲的原因 茄子也比其他的材料更有口感 为这餐画下据典的是招牌烤鱼 我们使用鲁鱼 混合虾酱 蒜头 小辣椒 胡椒粉 和一点盐 制作酱料 我们用这个酱料腌制鱼肉几个小时 我们当然得从缅甸进口一些食材 像虾酱 茄子 还有一种薄荷叶 叫阿布燕 这三种主要的材料 我们都要从缅甸进口 随着这烤鱼端上来的是新鲜蔬菜 和这沾酱 里头混合了青辣椒和蒜头 鱼肉很轻易地剥落 你看看这块鱼肉 鱼的油脂没有流失 烟料里有辣椒 所以就算不沾酱 嘴里也会有辣味